近日,一年一度的慈善巴沙夜举行 在大合影的时候,相较于上次的争取斗愿 班长主持人多次提醒大家往中间靠拢 参与合影的明星都表现得非常礼貌谦虚 据席,刘涛,舒奇,关芝林,杨子,古丽娜扎,赵丽颖,刘诗诗等 多位明星出席本次活动,阵容十分耀眼 这次合照开始的时候,刘涛还正在台中央专注地唱歌 多位明星嘉宾纷纷走上前,自动围在了刘涛的身边 刘涛于是自然而然地站成了C位 而当刘涛结束演唱,准备合照时 主持人却发现了有很大的空缺 本来已经蹲下准备拍照了 也值得再次起身,组织大家来填补空缺 不过大家似乎并不是很配合 别说C位了,就连靠中间的位置都成了烫手山芋 虽然主持人很辛苦,但这个过程让网友看了都乐了 其实观众们都很理解 大部分明星参加慈善八杀业 都是为了公益事业而来 带着一份爱心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希望网友们能对合照抱以平常心来看待 让明星们可以轻松地做公益 一顾于乐,整理报道